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即将在北京举行 联合国驻华协调员首席代表罗士里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一带一路创意提出面向高质量发展 将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罗士里表示他期待在本节高峰论坛上看到更多围绕可持续发展的讨论 罗士里指出推动一带一路合作实现高质量发展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倡议让我们看到了协同合作的潜力 罗士里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在众多国家展开 难免面对挑战 在推动各国经济发展的同时 还要兼顾社会发展的目标 对于各国的不同发展现状 要确保项目能够顺利开展 以呼应当地的发展需求 所以我认为这种意义的发展 if the Belt and Road as a concept as well as in the individual projects aligns with the SDGs and adopts the idea of sustainability, social as well as economic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n I think it will really help to accelerate the achievement of the SDGs.